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里每一期开卖都被抢购一空 所以这一期不要再错过啦 这个地点连接Second Link Highway和Iskandar Highway 对面已开发十几年的Satia Eco Garden 有商圈即将完成的花园Lifestyle Hub 一间培制华文小学和知名国际学府Tenby International School 这里去Iskandar两个主要的医院 Grand Eagles Merdini Columbia Hospital也是15分钟的距离 再来去Putri Harbor Sanway Merdini也是15分钟 在Johor 15分钟到各个地点算是很合理吧 老家在Bergang或Bondian却在市区打拼了你 住这里这个中心位置去新加坡上班和回老家看父母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现在住在皇后Berlin Bugininda这些旺区一带的朋友 你们也知道这些地点已经开发完毕 会再有新的牌楼啦 是 我们这个Daman才在刚开发阶段 不过等它开发到成熟又是另外一个Bugininda的时候 你们就相见和玩啦 在你被迫越满越远之前 这个是5分钟的地点 快来看看 这个项目在整片开发地 地市最高的部分 最高是多高 用楼层来比喻 是离外面大路近来三层楼的高度 到时这里也会有一个1.65 acres大的中央公园 让你可以悠闲的体会高山的美景 看看房型的部分 我们的房型有22x70和22x75 通常市面上的牌楼18尺或者是20尺的话会太窄 放来两车会有一点点勉强 我们这个项目会有22尺 所以你放来两车是刚刚好的距离 来看看我们车库的地板 是采用打印式的地板 好看耐用 还不用花钱 铺地砖 再看看我们的天花板 足够长 所以你不需要在另外加钱额外做owning 我帮你们算一算 还没有进门 你已经省了差不多8000到1万块的装修费 一进门就是分隔好的玄关 格局设计新颖 再来看看我们的长辈房 有足够的空间和采光 我们的厨房是采用干湿分离的 这里厨房的格局可以让你很好的 install一个siding door隔开厨房的油盐 后面还有5到7尺的空地 可以让你们种种花洋洋宠物 这里的话也是这里附近 少有的individual title 可以让你们自由扩建你们的单位 楼上的地板我们采用的是 复合式的地板设计 所以晚上走起路来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你的脚冰冰凉凉的 再来我们看看我们头顶 这个非常高的天花板 它让整个空间看起来通透明亮 一点也不属我们豪宅的气势 来到中厅的部分 你们可以把它隔起来 作为自己的办公室 后面两个中房格局四四方方 所以每一个家人都有很足够的空间 我帮你们算了一下 这个主人房可以足够你们放两个双人床 如果你们还觉得这个主人房空间不够大的话 你们可以再往外扩建 如果你们不想要再扩建那么麻烦 你们也可以选择我们另外一款已经备有阳台的款式 现在我们去主卧的浴室看一看 去浴室之前我们会经过一个很大的衣报间 再来的话就来到我们的浴室 所以我们的浴室的话会有排楼里面很少见的双面盆设计 这里的工期只需要新币一千 薪水的话要有新币两千二就可以贷款 现在这里周围附近的排楼价钱 大概都是在八百千到九百千左右 而这个项目的价钱比八百千再少很多点 OK 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